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致力于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当前地区安全风险 主要来自个别域外大国 在亚太拼凑排他性的小圈子 制造阵营对抗 特别是在南海地区 新风作浪 唯恐天下不乱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希望澳方正确看待中国发展和战略意图 摒弃冷战思维 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不要动辄 拿中国说事